烏捷路的一棵大树 下午连根轰然倒下 砸中了行驶过的轿车 索性司机没有受伤 成功脱困 来看记者马桥的报道 位于史阁市路 军越酒店外的这棵大树 下午三点左右突然倒下 横跨四条车道 正好砸中路过的一辆轿车 民防部队抵达现场后 发现司机已经从车中脱困 没有受伤 据记者观察 当局出动了约30名工人 展开清理树木的工作 现场也停着另一辆轿车 怀疑被连根拔起的树杆波及 军越酒店授询室表示 事发后 酒店随即开放了 酒店前的车通道 让车辆通行 并派遣员工进行交通疏导 受影响的其中两条车道 在一个小时内重新开放